卓西乡公所与小米产销般举办的小米布种记 除了传承文化记忆之外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太平国小的校长以及老师们也都参与 校长带领老师们来到记忆现场 不仅让老师体验 更以亲身体验来搜集教材 用力地倒小米 但是一旁的妈妈看了相当紧张 因为动作再不快点 传统的小米饭就要烧焦了 这是卓西乡清水部落的播种记忆 太平国小校长亲身体验煮小米饭 因为是第一次知乎非常辛苦 第一次体验 当然是布农组的 所以我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布农组人 真正的布农组妇女 不仅有太平国小校长 学校的主任老师通通都来参与 由卓西乡公所与小米产销般办理的小米播种记 校长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教材 趁着开学前让老师们体验感受布农组文化风情 我们今天的我们太平国小的老师 全体老师都来到清水部落 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播种记 民宾那我们老师们呢 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在一起共同备课 来准备我们孩子们的民族教育的课程 这个文化课程在学校里面非常重要 让我们的孩子亲近土地 亲近大自然 然后能够更了解我们布农组的文化 更认同我们的文化 今年播种记忆 除了体验播种小米之外 族人也在长者指导下参与播种复土工作 学习部落传统文化 共享传统生活技能乐趣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